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十月二十二日 第四卷十七章二十节壁至二十一节 引用经文历位纪十七章十一节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 按上下文照正义解并非照字面强解 我们已经说明这是我的身体 按照上下文的正确解释是 这是用我的身体所立的新约 如此解释并非削弱我们领受基督身体的真理 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要驳斥这些人愚昧的顽固 他们在言词上的激烈争辩 根据保罗和路加记载的经文 我们知道丙是指向基督的身体 因为这是用基督的身体与我们所立的约 作为立约的凭据 他们若想攻击这解释 他们争执的对象不是我们乃是圣灵 不论他们如何宣扬说他们敬畏基督的话 不敢用比喻的意义解释基督清楚的话 然而这是借口 因为经文证据十分充足 同时正如我们已说过的 我们必须了解这以基督的身体和血所立的新约 其性质为何 因为这借着基督的受死献祭所确立的恩约 除非我们在此恩约里 与基督联合 奥秘的交通团契 使我们与他合一 此集圣灿所印证的 否则这恩约对我们毫无益处 所以根据记号与其所代表的实体之间的紧密关系 我们必须承认实体的名称归给了记号 当然是转域的方式 然而这是极为恰当的类比 我们不用寓意和比方来解释 免得有人指控我们以顿词逃避或离题 我们说这是转域 这是圣经在讲解奥秘时经常采用的表达方式 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下面的话 割礼是我的约 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创世纪17章13节 羔羊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出埃及记12章1节 律法的记是赎罪的 利未记17章11节 西伯来书9章22节 以及那磐石必有水流出来 出埃及记17章6节 就是基督 格林多前书10章4节 除非我们把这些话解释为转域 转移名称表达同样意义 否则无法明白 圣经不仅将高贵实体的名称 转给卑微记号者 然而另一方面 也将可见之记号的名称 归给其所代表的实体 例如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 西安圣殿的约柜 被称为神以及神的面 圣灵仿佛鸽子降下 虽然记号与其所代表的实体 在本质上是不同 因为后者是属灵的与属天的 而前者是物质的与可见的 然而 因为记号被圣化来代表所指向的实体 它不再是空无内容的表号 乃是真正表彰其所代表的实体 所以记号的名称 可恰当用来归属于其所代表的实体 人所设计的记号 作为代表未见之事的象征 并非作为已经临在之事的记号 而且这些记号常常是错误的表记 然而他们也有时 每其名被称为其所代表的事物 由此可见 神所设立的胜利记号 就更有理由借用其所代表的实体之名称 来称呼他们 因为他们总是确定无误地 指向所代表的实体 这些记号与实体相连 由于二者是如此类似与紧密关联 所以从记号到实体 或实体到记号的名称转换 是容易理解的 所以我们不是反对者 所称的转换专家 这是反对者对我们的嘲弄 因为我们已经根据圣经通常用法解释圣礼的用词 因为洗礼与圣餐有多方面的共同点 并且记号与实体的名称转换是其中之一 因此就如使徒保罗教导 那给以色列人流出灵水的磐石就是基督 因为以色列人能够从这可见的记号 了解那灵水的真意 虽然灵水本身是肉体看不见的 照样现今基督的身体被称为丙 因为主借着这记号的显示 使我们真实领受他的身体 我们根据圣经的解释 并非自己所发明的新观念 奥古斯丁的立场与我们所说的一样 他说若圣礼与其所见证的实体真理 没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就根本不是圣礼 此外因为这相同点 圣礼经常以其所代表的实体的名称来称呼之 因此就如在某种意义而言 基督身体的圣礼就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之血的圣礼就是基督的血 照样信的圣礼就是信 在奥古斯丁的著作里有许多类似的话 然而我们引用这一句就够了 奥古斯丁说 圣经论到圣礼时常用转誉 这是普遍的总原则 这总原则运用在圣餐上 就厘清了许多误解与谬论 奥古斯丁说 当基督给我们那代表他身体的记号时 他毫不犹豫地称他为自己的身体 奥古斯丁说 基督的耐心真是奇妙 因为当基督在设立圣餐时 将代表他身体和血的记号赐给他门徒使 他容许犹大入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